所以我觉得在中国里面的潜力比较高比较强 那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融资过程中 我们有遇到过的很多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专业的指示 在这些中筹产业联合一点 所以我们先开公司然后再想一想 先开再想做什么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Spark for Spark的第十一期 相当于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今天请到的朋友是Jorge 也是我的燕京学者同学 他真的非常厉害 有自己的startup 然后也是光复领域的专家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Jorge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好 谢谢 哪里哪里 所以我是西班牙有名字叫Jorge 但是我中文名字叫李卓 所以你可以这样叫我 谢谢你教训我赞与这些欺骗 我是墨西哥人 我是墨西哥的新能源工程师 我关注太阳能 还有分能 还有其他的经验能源 这是我的文科学习 然后我在清华大学 学过一个国际关系的项目 最后一个在北大 在学习这个 建议学坛的项目 一个硕士 今天我想跟你们介绍一点 就是这个话题叫 太阳能的冲筹 有可能你们听说过这个冲筹 这是个 收到净容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是一个 创新的方式 如果说创通的话 你可以再想一想一个银行 提供你一个贷款 所以从银行接款 但是有可能你再安装一个 管服 管服太阳能的系统 遇到一些预算的困难 预算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不足 还有你从这个银行 接款的利息比较高 有可能你付不了 所以这个冲筹的一个 创新方式 让这些客户 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自己付款 这个安装 一个管服系统的一个成本 好的 谢谢Jorge 就前面Jorge 其实也已经有提到说 像众筹这个方法的出现 它是为了解决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些困难 比如说我们资金不足 或者说我们的资金获取成本 比较高 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 融资过程中 我们有遇到过的 很多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以想请问问 一是你怎么了解到 可持续发展融资 还有光伏众筹 这样一个领域 还有一个就是 你目前是怎么看 这个Solar Crowdfunding 就是光伏众筹 它能够如何去解决 这样目前 可持续发展融资的问题 好 谢谢 目前 我在某几个就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这个太阳能的产业 差不多两年工作了 但是我到正午以后 才发现 在这个地方 你们有好多的 这个太阳能的解决方案提供上 所以你们的这些公司 这些企业有好多 所以你们的价格 就是安全价格 还有这个光伏系统的 还有光伏设备的一些成本比较低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 你们的潜力比较高比较强 比墨西哥强 看下能从头的话 怎么想到 就是因为你在安装一个太阳能系统的时候 有可能地方的一个点网公司 会跟你说 有可能这些系统 跟我们的点网的条件不符合 所以你应该调整一点 调整设计 调整你的设备 还有你有可能你得投资 投资提升这个地方点网的条件 所以结果就是 如果你本来有一个预算 但是然后你才发现这个不足 有可能你需要 停工 所以这是我想到的一个方式就是 如果银行不提供这些 因为有可能银行他们的工作人员 他们不太明白这些 正业的一些提点 所以有可能他们不会很容易地提供这些贷款 所以结果就是 如果我们可以提供这些个户 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方式 收到 基金然后购买这些官服设备 那可以鼓励这些产业 也可以鼓励新年员的发展的快速 所以我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就是去支持SME 还有就是支持像个人 他们去获取这种 affordable的solar power 一种方式 对啊 对啊 你说的对 这一些不是点赞 但是他们是小型的一些安全规模 在中国 如果你想自己安全你自己的这个官服系统 这个应该不超过20超瓦的一个装机容量 当然这些客户都是著名的客户 还有商业的客户 但是不是工业的客户 也有比如说在中国有好多这个农村项目 所以有可能这些农村的一些家庭 他们都安装他们自己的官服系统 为了提供他们的收入 还有进步他们的生活水平 这个好重要 对于未来可以拥有一个更加普惠的 更加everyone affordable的这个清洁能源 然后同时也是对于像你说农村地区 可以通过并网 去获得更高一些收入额外收入吧 这也真的好重要 然后我知道你也有成立自己的创业公司 想要在Solar Crowdfunding这个领域去做出一些改变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到去用创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们现在是创业到哪个步骤了 好谢谢 就是我在摩西哥刚刚毕业后 我跟两个伙伴 所以我们三个人再想一想 我们好像开一个公司 所以我们先开公司 然后再想一想 先开再想做什么 对 但是我们发现 那个时候这些联合国的可持续目标 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 变得很火 很有名 所以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开了一个关注这些两个国的目标的一个平台 有成功的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我们开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凑的这个产业有什么规定 有什么有限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用了两年好好准备这个广场 这一平台在摩西哥相关的一些组织 就是得考核你的你的平台你的平台的开靠性 你平台的这些安全性 所以我们用了两年好好准备这些 然后我跟这两个伙伴再想一想 OK 现在我们有这些差不多两年的一个经验 我们发了差不多八个项目 没超过他们的金融目标 所以我们应该再考虑考虑 这么过得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 OK 我们都是新的员工程师 有可能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专业的提示 在这些众筹商业的一点 所以就是结果我们想好了这个太阳能的众筹 这个解决方案 你提供了一种我觉得对大家都特别有启发的思路 就是我先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看到外面有个大趋势存在 然后同时贴合我自己的专业背景 我的特长 我们就再去不断的改变我们的思路 改变我们的战略 最后去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这个真的很有启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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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ну 嗨 别事 那就 过 murder 我们上期acles 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